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服用一些至甲状腺结节的一些药物 都可以引起增生性结节 那么肿瘤性结节呢 它分为一个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 那么良性肿瘤呢 主要是腺瘤或者乳头状腺瘤 那么恶性肿瘤呢 往往是乳头状腺癌 氯泡状腺癌 随痒癌 胃分化癌等等 那么囊肿往往是由于这个 这个甲状腺增生 或者结节一种退行性变 另外还是由于这个 甲状腺的出血 造成这个囊性的增生 还有一个甲状腺癌 也可以出现囊性增生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一些退行性病变引起的 那么还有一种是炎性结节 比如说急性化膿性甲状腺癌 亚急性甲状腺癌 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癌 等等都可以形成结节 因此说 甲状腺结节的原因 是多方面 它不是单一的原因 那么不同的原因呢 可以产生不同的结节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